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把 例如说 word 是不是做文书处理 画表格 这些是你们已经会的事情 可是呢 他不能做报告嘛 他不能去做一个presentation 那是不是就很有可能把表格放到什么 powerpoint的里面去 怎么做 类似像这样子一个概念 类似这样子一个概念 这是我们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 可是事实上 在这种长文件里面 长文件 像昨天都还有一个实验室的同事问我说 老师这个目录 目录很奇怪 我都已经调整好了 结果拿去卫福部报告的时候 立刻突崇 好 他就说怎么办 那个当场他也不会修改 那你不可能突发炼钢 在那边去做 把这个点点点去做一些搬移之类的 这时候 他就说怎么办 好 那我就告诉他说 其实有时候 如果你对于一些目录的调整 你不是很熟悉了解的话 你可能会遇到这种突发状况 你是没办法解决的 所以我都会希望说 把这些可能你会遇到的问题 通通在这两天的课程跟你分享 好 这是我们我希望的目标 您看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是单一的要去跟你分享 例如说Word的基本使用 可是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 Word to PowerPoint 就是Word的文件 直接转换变成PowerPoint的简报内容 怎么做 那我们以前可能是用复制把Word的标题选好 然后复制 然后贴给PowerPoint 现在不是了 现在我们可能7秒钟 就整个把这件事情做完 好 另外 PowerPoint to Word 然后PowerPoint的传送给Word的工具 没有怎么样去做 再来Word to Excel 就是Word跟Excel的应用 例如说Word里面制作好的表格 能不能给本来就是一个试算表格的软体 Excel来去使用 当然可以 Excel 就是试算表格 好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表格 当然可以使用Word的表格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去使用 还有Excel做好的文件内容 怎么样转给Word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边几乎都是两套软体之间的转换 另外还有像文字 然后转换给Word 类传送到Excel里面去 变成Excel要计算分析的一个来源 那还有像网页文件 网页文件最常遇到就是说 它把整个网页文件的内容 然后贴到复制贴到Word 可是里面会有一些分行符号 分行符号怎么处理 分页符号怎么处理之类的 千万不要一行一行去处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可能当要讨论到像合并列印制 是典型的跨软体的整合应用 例如说它用到Excel的资料 还有用到Word的文件的文书的部分 然后如何整合 整合之后甚至你可能会传送出去 传送就要透过 例如说Office里面有一套叫做Outlook来去做传送 那在这个地方只是说提供给你们去参考一下 这合并列印就是非常典型的Office整合 那接下来这边还有像例如说访考文件 还有像那个阶层图的设计 然后简报简报整合 另外如果时间允许 我真的还是希望跟你们分享一下 Excel跟ASIS的结合 那可是前提是大家会不会使用ASIS 如果不会使用的话 你就不会遇到任何问题 就好像说假设 假设今天你不会 你看不懂英文 那如果今天你收到一封英文信 你是不是直接就把它删掉 对不对 你就没办法去再研究英文信件里面的 是不是诈骗信件的这个研究了 所以我还是倾向希望说 等一下到时候我们来去调查一下 有没有谁 就是看大部分同学了不了解 资料库是什么 那如果不了解 我们还有 还有这边我准备了非常多office工作效率提升pm 这些全部都是学生问我的问题 就是我本来以为大家可能会操作word 好 怎么操作word 然后呢 例如说 例如说插入日期 他就自己用打字的方式 他就直接输入2017 然后斜线10 今天是光复节 祝大家光复节快乐 大概好像没什么人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好 反正就知道说今天要上班就对了 OK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所以我们真的在使用word的时候 我们不是都利用打字的方式来去做 那有没有比较正确的做法 我们这边又分word 还有Excel Excel 还有PowerPoint 如何提升工作效率 这是我希望跟你们整体了解 就是这两天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有整合应用 有效率提升 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这课程能够很丰富 那至于说有一小部分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是说 我都不会word 也不会Excel 也不会PowerPoint 应该不太可能 了不起就是Excel 你们可能不是那么熟 如果这三套软体里面 Excel可能你们比较不熟 这是有可能 可是请问在座 大家都会用word来去打公文 或者是打文书 然后也会用简报来去做一些 用PowerPoint来去做一些简报 我想应该大家都会吧 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来谈整合会更有意义 好这就是我们大概这两天要跟你分享的内容 rl k